红尘的梦 千古伤心 一个女孩 凌湘万区 婉军歌曲一响起 仿佛带你走回时光隧道 名作家琼瑶创作60周年 8月中旬 势力派歌手唱将 李毅君 殷正阳 高盛梅等六组艺人 将在小巨蛋演唱经典歌曲 致敬琼瑶作品 而当前正在巡演的古居机 虽无法出席 但也表达对琼瑶演艺之路的提拔 让我演员的身份打开了这个发展 然后也在这个《勤势对于萌萌》里面 让我对拍戏有了一种新的领悟 对 要谢谢琼瑶阿姨 而当年演唱多首《快智人口》曲目的歌手 日前也出席活动 共同宣布这项好消息 除了经典的歌曲之外 还有彩蛋曲目 连他们自己对于致敬琼瑶作品的演出 也透露紧张而谨慎的态度 因为很多都是插曲啊 聘文曲什么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日志会安排很多 就是没有在台上唱过的一些插曲 就会有点紧张 我觉得它每一本小说其实我都看过 所以我第一次能够唱它的主题曲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像做梦一样 那时候是婉君 然后接着下来的合作 演艺的历程都是非常重要 除了《极度夕阳宏》之外 其他的歌我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唱过的 当然还有电影的主题曲 都是前辈的演唱 所以要特别的谨慎 让我们红尘初伴 我们的小小沙沙 车马奔腾的梦想人世芳华 动力火车的怀旧乐曲出现 还有古剧机高盛美等重量级歌手的演出 让琼瑶无论小说或影视主题曲 曾在过往至今许多人的喜怒哀乐回忆 而就会在小巨蛋举办演唱会 势必掀起一阵旋风